过去 我观察这个世界 深年 深年 一个变化 现在不是深年 每一年都没有变化 年年不一样 这怎么得了 这人的寿命是断了 做人烦死了 能体会到吗 深年深年比较 就很明显 中国一家子一家子 那就非常非常明显 八十年前 我们才八九岁 那个时候的春朴 跟古书里就描写的 相似 都故书 体会到古人 那种社会状况 现在人无法体会 那人活在这个世界 真辛苦 人为什么活着 他跟彼得大夫 人活在世界 第一个是为了爱 第二个是为了明了 宇宙真相 第三个是创造 发明 没有佛法式的 好 佛地大夫 四个人生 你来干什么 你也来惆怅 你的夜报 过去深圳修福 你来享福 过去深圳造罪业 你来受罪 这是佛说的 佛讲的是三世应苦 你造作这个夜 你不能不来 没有这个夜 两个人对面过来 不相识 那所以 极心动念 断悟修善 就比什么都重要 我希望 我们这一生 来生 生生世世 幸福美满 那么能得到 一切法从心下 诸安详好的 不想坏的 就会是同 圣语贤书 都是好的 佛的经典 那佛教的书 都是好的 天天想这个好啊 试出世间最好的 无过于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你天天想极乐世界 天天想阿弥陀佛 好极了 想极乐世界 念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 你天天读它 天天想它 你心里头 反应的是极乐世界 念念不利 阿弥陀佛 你看 这个念头都好 事出世间 一切善法 都不能跟这个相比 要知道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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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